赞帕克斯塔比较英超何一甲 据罗马体育报消息,切尔西后位赞帕克斯塔在采访中,谈到了球队主帅萨里,并且聊起了这几年在英超连赛的经历。 赞帕克斯塔说,我真的认为我是在世界上最好的联赛,英超可能在战术方面略逊于一甲,但对于奔跑和身体的要求更高,比赛结束后,你会感觉身体都快要垮了。 刚来到这里时,语言是我的问题,当时我觉得比较孤单,但现在好多了,这会帮我度过更好的一年。 当时我到队里的时候,莫拉塔是第一个欢迎我的人,我还遇到了很多意大利人,更衣时的氛围也很棒。 阿扎尔很搞笑,他总在讲笑话,在谈到孔帝和萨里时。 赞帕克斯塔说,这两位主帅都很喜欢研究对手,也善于组织球队,但孔帝更喜欢在赛前安排约定方案,萨里则会要求我们快速出球,占据控球权。 萨里人很好,他总爱讲一些意大利式笑话,不过我们听不太懂,我很惊讶他的英语水平也非常高,我的目标是留在切尔西,今夏果米曾想牵下我,但我的未来是在这里,不过如果我无法获得稳定出场机会的话,我会考虑离开,因为没人愿意总做再替补习。 四颗足球。 四颗足球。 五颗足球。 四颗足球。 五颗足球。 五颗足球。 六颗足球。 四颗足球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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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